1998年 在加州硅谷高科技中心桑尼维尔市 由创始人王英秋博士 带领着一众对传统中医药 身怀赤诚之心的校委会成员及师资团队 创立了美国国际医药大学 学校充分结合传统中医医学和现代西医科学的特点 在教学与临床上不懈地探索 为古老的奇黄之术在美国社区的落地生耕 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小小的银针针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吗 刮痧拔罐 这些传统医学的技法 在临床上真的有切实的疗效吗 由于文化的差异 面对传统中医疗法 本地的主流医学及民众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义 学校的校委会及师生们面对这些质疑 一次次迎难而上积极奔走 用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毋庸置疑的临床疗效 向大家证明了传统医学各项技法宝贵的价值 随后更是团结一心 积极参与宫厅会 为加州针灸执照考试 保留中文考试选项 以及拔罐技术 在美国中医针灸师临床的合法利用等方面 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 学校还定期组织师生们走进社区 通过疫诊活动为全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也进一步扩大传统医学在本地社区的影响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们对传统医学的深入学习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陆续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国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正修科技大学 嘉南药理大学等各地高校 开展了多项校技合作 为中医学子们拓宽传统医学专业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添砖加瓦 2011年9月9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针灸 在美国国际医药大学 设立了北美地区首个传承基地 自创校以来 国际医药大学更是为众多 新系传统医学的深深学子们 搭建了无与伦比的深造平台 陆续培育了一批又一批 享誉学界的中医英才们 他们纷纷在各自的领域 成为传统医药发展的新生力量 2018年以来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 在陶艺清校长为核心的校委会带领下 在诸位理论功底深邃 临床经验丰富的师资团队助力中 从办学、智学、教学、招生与诊所管理等各个方面 不断创新变革 宁心俱力谋发展 为学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更加激动人心的是 2021年9月15日 国际医药大学获得了 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的7年认证 这也彰显了两年多来 校委会全体教职工、全体校友 与同学们共同努力的教人成绩 2019年5月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 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 该修订本计划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这一举措更进一步促进了传统医学 基深主流医学里程碑式的进程 在此值得全体中医同仁庆贺的时刻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与多家单位 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整合医学大会 也将在2021年12月17日拉开帷幕 届时大会将以依据各界全球健康为主题 邀请各界人才共襄胜举 实现全民大健康的目标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 共同庆贺美国国际医药大学23岁的生日 回首来时路 23年风雨兼程 这既是锐意进取的23年 也是树果累累的23年 让我们衷心的感谢 这23年来心情付出的每一位师生 教职工人员 以及社会各界友人朋友们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积极弘扬传统医学 用心培育传统医学高级人才的道路上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社区 让更多的病患朋友们 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 促进传统医药文化 在世界医学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异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